既宣布禁止中国高科技公司之后,日本政府最近准备该一票打倒。 《环球时报》1月3日报道称,日本政府计划在2019年4月驻台新法律,要求水电、交通等14项关键基础设施的数据,杜绝使用含有中国科技产品的他国数据库,只能保存在日本国内的服务器上, 以防范可能来自中国的网络战争,为了摸清楚本国的数据呈放情况,日本还将准备成立一个特别委员负责专办此事。 出手比美国还猛。 看这架势,日本是准备向盖漂大的吗? 日本此举已经不是拒绝中国产品,简直是直接拒绝和中国相关的所有技术,打击面也由原来的通讯企业,扩大到所有信息技术企业, 而且还大有宁可创杀一千,不可放过一个的姿态,就连含有中国科技产品的外国数据库企业,也受到了波及。 这意味着,日本的这部数据保存建制法案,就是一条对中国包围圈的延长线,采取的手段,甚至比美国还要狠。 从去年8月,美国通过了国防法,要求与美国政府有运务往来的所有企业,禁止使用中国科技企业的产品, 并以所谓的防止信息线路及服务器攻击为名,拉拢封堵中国企业的盟友圈, 就决灵敏的日本,也立刻有了反应,要求各个政府部门重视安全风险,运用新方针采购通讯设备。 虽然日本政府暂时还未公开点名,但是针对的对象现然就是中国的科技企业。 去年12月7日,日本政府诬指中国通信设备巨头与情报机构有关,已存在重大安全隐患为由,将两家公司的产品,排除出政府采购清单。 12月19日,日本政府召开信息技术产业综合战略会议,按背景三载会上作出指示, 必须构建在安全及隐色高度透明、公正且互惠的规则之下,数据自由流通的环境,直接将矛头瞄准中国IT企业。 这一不同寻常的信号,立刻引起中方的警觉。 同一天,外交部回应表示严重关系,希望日方为中国企业在日际领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,不要做有损双方互信和友好合作的事情。 然而日本却一意孤行,在追随美国的路上越走越远。 从单纯的针对中国科技企业到,既然含有中国技术的数据户都拒绝使用, 可以看出日本对中国科技进步的忌惮,已经到了卑躬摄影的地步。 当然,日本政府主要还是出于政治的考虑, 至于当美国的死中小迷地,已莫须有罪名刺利打击中国的信息技术产业, 伟大的背后都是苦难。 随着美中大国竞争的博弈日益加剧, 特朗普政府锁定中国高科技产业作为其定向打击的目标, 相信会有更多中国高科技企业, 经受这样的不公正对待。 中国企业必须有定青山不放松, 以心意意抬出外界的干扰, 越是艰苦越要坚定地走科技创新的道路, 比别人做得更好更强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 别忘了爱在了。